闫亚伦版《狼牙榜》早拆评 陈凯歌首次弃选 比《仙剑》还差 演员请就位第五期 闫亚伦和汪朵表演了《狼牙榜》的经典片段 闫亚伦饰演肖锦衍 汪朵饰演梅长苏 陈凯歌更是在组内有空位的情况下 首次弃选 陈凯歌没有直接点评他们的表现 只是评价了不分国众 还拒绝了家世的建议 说是不能破坏规则 闫亚伦和汪朵《狼牙榜》这段戏 也在网上遭到部分剧粉的差评 闫亚伦饰演的肖锦衍 少了点王者风范 口音也明显出戏 台词记得牢 可台词表现力不行 如今要是真的觉得闫亚伦和汪朵都挺好 就不会都放弃他们 因为进入待定区 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导演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只能说闫亚伦和汪朵 拿到的剧本难以展现自己的优势 当然 闫亚伦和汪朵想要从偶像转型实力派演员 显然做好了被吐槽的准备 闫亚伦和汪朵 虽然狼牙霸表现不能算上架 但是发现了他们在古装戏上的可能性